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花开复归好运道 我是楚楚 2023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半年 那每一年当中总是有几个特别重要的日子 尤其是来到夏天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既益盛世 就是我们普渡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普渡呢 普渡来说对我们来说有什么重要性 我们就要邀请到我的好伙伴 中华林奥宇写秘佛学会的李靖雯理事长 大家好 什么是普渡 那普渡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其实普渡就是一个民俗的一个传流下来的习俗 但是普渡它最主要源起就是佛经里面讲的 佛陀有个弟子叫做穆连 穆建连 那他因为母亲生前造了很多恶业 那他又是非常孝顺的人 那母亲造了恶业 最后就这个走了之后呢就堕入了恶业岛 那他透过他的神通力呢 看到母亲在地狱 哇非常的痛苦啊 很多食物你都到嘴里面就哗就灰飞湮灭啊 非常痛苦 所以他那时候就很难过 他就祈求佛陀说怎么办 我真的不忍心我的母亲在地狱这样子做这个 那那个时候这个佛陀呢就说在刚好那边好像是夏季嘛 很热印度他们就刚好生人都回到树林里面休息啊 那就说你在那个时候集结一些生人的帮母亲送金 然后呢做一些谈啊来祭拜母亲啊 帮他消除他累世的一些业障 透过生人他长期修法加持的力量来帮助你母亲 这样他就可以脱离这个恶鬼道 那也就是这样子的缘起呢 就集结了很多生人在这个时候呢 一起为王者做一个祈福啊超度啊 那就是最主要缘起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普渡他跟孝亲有关系 那跟好兄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普渡我们刚刚聊过普渡就是因为孝顺的关系嘛 但是呢其实在佛教里面有一个论述就是说 众生如母 所以什么叫众生如母 就是说你所有这些这个冤亲在主的 往生亲人或什么 或者你不认识的人 其实在累世累劫都有可能是你的父母哦 都有曾经当过你的父母 这是很多节很多节以前你可能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王者呢 要有一个尊敬有一个孝顺的心 甚至我们对所有在眼前还在世的人都要知道 他在你眼前这个朋友 他可能累世累劫也是你的父母哦 大家生来生去生来生去就是轮回 所以当有的众生如母的时候 你在请僧人呢 这个度你的母亲的时候 其实度所有的好兄弟 虽然叫好兄弟 其实在佛教里面都是跟父母一样 你要有这种慈悲心 菩提心去度的话 那这个功德就更大 更利益到更多众生 所以我们就有普度的这个原体 又是从一个牧连的故事慢慢衍生出来 就变成一个民粹的文化持续做 这是很好的一个文化 而且是佛教流传下来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殊胜 非常好的一个文化一个习惯 那理事长 其实我知道现在已经来到了末法时代 那我们其实还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来普度众生 或是来救赎我们自己呢 哇 叔叔你真的很厉害 你会谈到末法时代 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啊 今天各位看到 我们后面这根有一尊佛像 很特别 银色的 其实它在经典上讲 它的法像是透明的 它代表什么呢 这尊佛像叫做金刚煞斗 那代表什么 代表忏悔 为什么要忏悔 因为我们造了太多业 就是你刚才讲末法时代 对 末法时代来了 其实我们在金刚经里面就提到 就是后五百世 这句话 后五百世就是五乘五 就是五五二十五 就是2500年 也就是今天 那就是末法时代 这个时代我们还会听闻佛法 会传递佛法的人 都是很了不起 很殊胜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末法时代 末法时代 我觉得简单的讲 就是从这个五百五百五百五次之后 第一个五百就是佛陀在的那个时候 其实那个整个社会应该讲 就是因为我们通俗讲 就是正能量大于负能量 但是做一点点恶业 其实被社会的道德 正能量所能够维持住 所以不容易有什么爆发 但是时至今日 2500多年之后 佛陀已经离开我们2500多年之后 现在是末法时代 这五百年呢 其实各位有没有发觉 很多事情都是现实爆 你做了什么恶业 马上就爆出来 你做什么事情 得罪人家马上就爆出来 你以为可以隐藏 隐藏不住 这就是末法时代 因为我们通俗的讲 就是说 负能量大过正能量 所以末法时代 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时代 那在这个时代 你要如何保护自己 当然除了我们后面金刚煞朵 带领我们一直要忏悔 忏悔就是把我们身上的业障 不断的去洗刷 洗刷掉 在这末法时代 我们修普度 那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更好的方法之前 第一个就是要我们多 理掺这个金刚煞朵的百字迷 让我们的业力能够消到最多 我们把所有过去累世累劫 所做的一些恶业 忏悔掉 然后呢 吸收佛法 佛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保护罩 把我们在这个末法时代呢 唯一形成的那个正能量的区块 把我们放到那个正能量的区块去 我们不要再去跟人家那个负能量的大范围去去缴 所以就保护罩了 那当然每一部佛经 都是我们的保护罩 那如果说你要问我 什么是最殊胜的普度 用这个保护我们大家在末法时代 能够继续造善业 也能够这个能够孝顺 能够这个呢 那就是念佛经里面的最完整的 就是所有的佛经 叫做大藏经 所以他容纳所有的佛经 佛法都在这里 没有错 大藏经的意思就是说 释迦摩尼佛 从成道了 开始弘扬佛法 一直到他涅槃的时候 所有讲的经文的内容 就叫做大藏经 所以说 我们如果能够在末法时代 在今时今日 我们要继续能够做普度 做善业 帮助我们的话 帮助我们的亲人的话 进孝道的话 修大藏经 那是可以说是最殊胜 最好的一个法文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普度 如果有原创 能够接触到大藏经 那真是非常殊胜 如同金刚经里面所讲的 不是一般人 你是累世累劫 你就已经种下福报 所以今生今世 你才有机会接触到大藏经 你才有机会 因为听闻大藏经 而且透过大藏经 帮助所有亲人普度 所以这个是末法时代里面 我觉得普度最殊胜的 就是大藏经 所以就像你看到 观众朋友们看到 我们今天这影片 也是非常有缘分 是啊 非常有缘分 所以就是跟大家结缘说 大藏经的好处 那其实大藏经 普度法会 其实也可以 普度我们往生亲人 那我们阳世的亲人也是可以的 那是非常殊胜 一定可以 因为大藏经我刚刚提过 在这末法时代里面 他就等于像个金钟罩保护着我们 我们在这个大藏经的修法的加持之下 我们引请所有的过去我们的众生 我们的乳母的众生 父母 累世累劫的父母 我们的冤亲在主 到这个大藏经的谈诚 来接受大藏经的这个加持 先帮我们做忏悔 忏悔完做加持之后 然后让他们累世累劫的业力 都能够得到一个化解 那同时谁来创造这个谈诚呢 谁来引请这样的法会 来帮助大家呢 就是在阳世的子弟 阳世的弟子 阳世的弟子 做了这么大的一个法的布施之后 很自然你的功德布 就累积了非常多的资料 所以你修完大藏经之后 你无论是在你的家庭 事业 财运 身体健康 人际关系 都获得很明显的改善 所以说 你说能不能利益我们阳世的子弟 一定可以利益到阳世的子弟 一定可以的 所以修一个大藏经 是极其殊胜的 尤其是在七月 我们这个普度的习俗的过程当中 修大藏经 那真是殊胜无比啊 那其实相信很多观众朋友 他不知道大藏经补补法会 他没有参加过 或是他对他还不了解的朋友 也是可以报名参加吗 当然可以啊 我觉得就是听就是解脱 当你听到 你看到也这么回事 我刚刚有强调就是大藏经 不是普通的经 大藏经就是 释迦牟尼佛从 成道开始弘扬佛法 到他涅槃 他所有讲的经文的内容 我举个例子好了 各位常听的 金刚经 心经 华颜经 摩尼佛在人世间弘扬佛法的 所有完整内容 原因重现 那这是不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机会 能够把所有的经文 全部让我们的冤亲在主 我们的往生父母 都能够得到这样子的加持法 他们一立刻就离开六道 他们都能够过得好日子 那不会再纠缠着我们 他们会感谢我们 就成为我们冤亲功德主 又帮助我们在 阳世间一切工作顺利 你说是不是非常的殊胜 大藏经普渡法会 每年的主题都相当不一样 这次主题就是万法加持 佛音圆满的一个盛宴 对 除了我们最基础的就是 西藏德格版的大藏经 是藏文的 我们会邀请超过一百位的僧众 利用五天的时间才能念得完 除此之外 我们把大藏经里面 我们国人熟悉的一些仪轨 单独抽出来 因为很多法呢 释迦牟尼佛讲的法呢 后来被僧团把它加上仪轨 就成为一些我们修持的仪轨 比如说这个里面的金光明经 我们会拉出来 我们就变成 现在我们大家 汉传佛教熟悉的大哉天法会 大哉天法会就是金光明经 那比如说这个我们修这个超度呢 我们就把里面的地藏菩萨本月经 拿出来 然后又专门修地藏菩萨本月经 那这个就更丰盛 更丰富 让所有的进来 不管是诸所菩萨 隆天父法 我们的往生父母 冤亲在进来之后 发觉 真的是除了基础的大仗经 全部原因重现之外 特别为超度所的一些仪轨 还特别的搬出来修 让大家都能够得到一个价值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邀请到宇洋老师 到现场为我们做送波 各位可能看过很大的一个波 送波 送波最重要就是他会经过敲打车 会产生一个频率 这个频率呢 会让他的频率 因为我们每个人呢 不管是个性情绪的起伏 跟他的频率有很大的关系 虽然你进入坛城 坛城有个大的磁场 你的频率会拉近在这个范围之内 但是你要能够佛法 能够直接进入心理 得到感觉上 你要得到佛的直接的加持 其实那个频率跟整个法会接触 是整个拉近 或甚至match在一起是很重要 所以这个时候 送波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你来参加我们的法会呢 我们每天还会安排一些送波的活动 有宇洋老师亲自为大家送波 让大家的同频频率变得相同 然后产生共振 所以呢 深重在念经 你经过这样的这个 好像我们在调整一样 把你的频率呢 透过送波把它调整成 跟法会的频率是一致 你在那个法会的谈诚里面 虽然你听不懂藏文 虽然你不会念藏文 甚至中文的地藏菩萨本院经 那么长也不完全念得完 但是当你频率接近的时候呢 你很快就会很自然的吸收 因为在这种无相的世界里面 其实语言那只是 没有共同的语言 只有一个频率在一起 所以我们这次还会加上一个 是宇洋老师的送波 让大家能够产生同频共振 让这个法会的加持力量呢 更能够让你有种体验的感觉 除了你之外 你的往生亲人 所有的好兄弟也好 冤亲在主也 一样得到一个同频共振 所以这个法会的加持力道呢 可以说是福远佛界 因为这是第12年 所以我们特别把这么多 这个佛法的重要的元素 全部集结在这边 我们觉得因缘俱主 应该给大家有一个最好 最殊胜的一种佛法的喜悦跟加持 所以我们就有这样子的内容在里面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大家来清零现场 因为去年我参加的时候 其实我对佛法都完全不懂 但是我听经文法的时候我发现 我心里在哭了 我现在一直在流人泪 我这种真的是很感同身受的感觉 直指内心的感动 没有办法言语表达 你知道那种一听到那种佛音的时候 你就很感动的流泪 可是你如果今天如果有加上送波的话 哇更直接更快速 可以净化自己的心靈 没有错 你出来好像如同金刚萨斗一样 全部洗干净了 因为金刚萨斗的法像是银色的 各位很少看到 其实它的佛经里面它是透明的 我们用银色来表达 其实你参加了我们的法会之后 你出来就是一个透明的 所有的业障 所有的内心的不愉患 统统都被消除了 所以真的欢迎大家来参加 我们大仗经普渡法会 至于下集我们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普渡法会居然还增加了 汉船修法 所以大家敬请期待 今天也谢谢我们中华铃鱼写密 佛学位同学长 谢谢你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大仗经法会